阿联受伤后伊丽立马巴恩道歉,而小丁和阿联的回复,让无数人暖心,在昨天江苏对阵广东的比赛中,其实这场比赛在开赛前并不是很受关注,但在第二节阿联的受伤让无数球迷揪心,因为他在突破的时候意外踩到了伊丽的脚背,最终导致阿联脚踝连续两次扭伤痛苦倒地,看到这一画面让无数球迷未知担心, 之后伊丽看到阿联因为自己而导致受伤后,他立马就上去观察阿联的伤势,甚至在下场之后还一直关注着阿联,很明显他对于自己的动作非常内疚,而在赛后伊丽便立马发文道歉,很抱歉,我原意就是想去补防断球,相信你别了解我不会做出那些藏躲在,希望你极快康复回归球场, 其实对于大部分球迷来说,我们都不会认为伊丽是故意的,毕竟他们曾经的国家队的队友,他们之下的关系也一直很好,不存在故意的情况,只不过伊丽防守幅度太大,最终导致阿联误踩到自己脚伤导致受伤, 而在后阿联看到伊丽发文道歉后,他也在看到的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复,阿联表示,我没事,那只是失控动作,大家别瞎猜,如果是故意的,我早起来回击了,在阿联回复中,我们也可以感觉伊丽并不是故意的, 在阿联回复后,小丁也回复了,狗哥不是那样的人,顶多打打我,很明显伊丽和阿联,小丁的关系都非常多,他最多只是在私下打闹而已,他绝不会在球场上做一些脏动作。